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概都是经过农会 大部分都经过农会了 尤其是农委会这个地方 现在也加了原住民委员会 也有在补助 但是他们补助还是同样的 一定要经过农会 经过农会 申请才能够得到 补助 看看我们最近 我们农委会 这个农粮署 主管计划补助基准 里面是经过了几次的修正 最维持是98年的20月1号 修正的 它的说明第六项 是同意放宽 那边是写同意放宽 同意放宽 里面的内容 就是东部离岛及原住民地区 同意放宽 补助基准为 产销班 最高补助50% 农民团体最高补助70% 所谓的产销班员 最高补助50% 他也是要经过农会 是不是这样 对 也是要经过农会 这是放宽 大部分都经过农会 现在也舞蹈 放宽以后最高限额是50% 那么农民团体 是指什么农民团体 农会合作社 这个都是农民团体 农会合作社 就是最高补助 是70% 为最高限额 你们这个规定 过去因为原民会都没有笔咒 他们近期当中 定定了 就是98年12月17年的年底 才定定了一个原住民补助 原住民主 产业经济 发展作业要点 它变成作业要点 它这个作业要点 就是完全去依据 依据你们这个基准 来去定定的 所以98年 年底之前 是没有这样的情况 那 因为你们是放宽 50% 原民会过去补助这些农民 农业制裁方面 或者器材方面 都是百分之百的补助 就是从今年开始 就按照这样的条例 按照这样的那个就业的要点 突然就要农民 要有配合款 因为你们再高三乡 百分之五十 实际上百分之五十 就等于农会要准备啊 要自备啊 要自处啊 这个经费要自处嘛 是不是这样 依照这个比例部分 是他们自处 对 就是百分之五十要自处啊 但是农会 要补助原住民地区的这些农民 要农会要自处百分之五十 这是相当相当的困难 就像现在 延民会 延民会订定了这个草案之后 这样的办法之后 同样的状况 鼓哈哈哈哈哇哇叫啦 因为 农会顶多 自处管在百分之十 百分之四十 现在只有百分之十 交给自己 农民自己要自处 等于说 等于说政府补助一百块 给这个农民买 农业器材 等于他自己要负责四十块 那点跟委员报告 因为这个买来以后 这个财产是属于农民的 那我们也希望农民 产销班 或者农会他们自己 要出一点钱 这样子的话 也可以增加他们 对这个所买的资财 的一个珍惜 以及慎重 避免说 都是政府补助 那他再多他也要 不一定有用 当然我们不怀疑农民的这个 功德心 但是就是说 假如他能够配合一点 那对这方面是有帮助 另外政府 政府的美意 政府的美意 政府的这种 照顾农民这些美意 往往就因为我们这样的措施 被打折了 打折 因为实际上 你98年 年底订定了这样的 像像原民会订定了这样的 那个作业要点 有没有想到 98年八八水灾 刚刚到 刚刚过 八八水灾刚刚过啊 那些原住民的农民 所有的器材 通通被冲掉了 什么都没有了 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从哪里拿这个配合款 这个包园 好像是南上加南 年民会 他的定的办法 我们也没有意见 他假如考虑到 原住民地区 比较透湿的情况 他也不一定要比照 农委会的规换 这个时候我们 没有意见 所以原住民应该 可以不比照你们这个基准吗 他们应该是可以单独 做这个作业要点 当然可以 他没有 但是那个 所以你们这边写的 这六项说明 你们是放宽 原来是多少啊 请教原来是多少啊 原来是多少啊 原来是农民三分之一 农位是二分之一 现在反五十七十 都是提高普通标 原来是农民三分之一 这样没有放宽啊 法的更高啊 百分之五十 法的更高 原来的话 个别农民补助三分之一 就是他要出百分之三分之二 现在放宽 他主要一半 我们不是一半 哦 你是 你们是这样放宽的 对 本来是 这个农民团体是一半 现在我们提高百分之七十 是对 所以这样的政策 我总结的说 还是需要做一个检讨 你们等于是照顾一些有钱的农民 那些真的贫穷的那些农民啊 等于是没有照顾到 政府的美意 没有办法让他们感受到 感受到 所以除了我对原民会也会做这样的建议之外 农委会这个地方 应该也要检讨一下 应该要检讨一下 这个办法 对一些比较贫穷 真的是很辛苦的农民 他没有能力 凑足这个百分之五十的配合款啊 所以这一点应该是值得考虑 个别农民假如有困难 他们产销班 产销班的方式 那他可以共同使用啊 他就不必每一个人都去买这些机器啊 分级包装机啊 那反而是一个产销班 他比较有使用的效率 像98年年底之前 农委会 把原民会补助给原住民的这些 都是啊 几乎没有配合款 他们感受到政府的这种关心 这种有百分之四十的 百分之五十的这个 配合款这个哇哇叫 他们不要啦 不要这样的补助 他们这无能为力啊 所以这样我 是不是足以强调这样的问题呢 希望我们能够啊 政府政策方面能够彻底的啊 这个检讨 因为时间关系 我只是做这样的建议啊 啊 另外水保旗的部分啊 水保旗的这个部分啊 那个行善团 现在很多啊 爱新人士行善团啊 就是巴巴水灾之后 任养了很多很多的 在原住民地区啊 被中断的被中断的这些桥梁啊 不晓得知道不知道 那个机长 知道有这样的有这样的事情啊 因为行善团跟一般公家机关在标这个工程是不一样的 啊 他们的行善团是希望能够没有成绩的情况之下 尽快把这个桥啊 这个修复 这个抢通啊 他们用意是非常好 而且他们是积极度非常高 但是啊 最近也得到很多的反应 因为他们要就地起财啊 那些土石这么多 啊 这么多的在河床上 这么多的情况之下 他们为了要快 而且他们是上款啊 不是政府的预算啊 啊 他们要就地起财 要使用这些土石 啊 需要整个土石 就往往就因为我们的限制 啊 他们没有办法啊 啊 尽快的来 来做一个啊 啊 这些固件 那个 那个 局长 你了解这样的事情啊 只要这 这个部分的话 项目反应我们会来协助他 啊 所以是没有项目反应过 有 好 反应了 有几件在我这个地方 各个反应啊 啊 所以这样的情形啊 站在政府的立场 应该是要协助嘛 啊 应该要全力协助这些行善团啊 啊 行善团能够 全力来协助 所以那个局长 还希望能够特别注意这样的问题 啊 这样的问题能够啊解决 让这些啊 啊 桥梁中断的 这么多 二里山丘二十六座桥 通通被冲断了啦 啊 屏洞这一币高雄这一币 那个 没有这些行善团的任养 啊 几乎政府是很难去做的 而且行善团的做法 真的是有效力啊 是的 他们被用 所以这一点假如有 这个因为你们还 还限制还规定 啊 就地取材这个土石的问题的话 影响到他们的 啊 这个进度的话 啊 这是相当严重的一个问题 八位呢 假如行善团他们有做这些公共使用的这些桥梁啦 路啦 我们全力来配合 啊 最后 我们来协调 啊 最后啊 这个啊 领悟局这个地方 啊 上一次证明了这个红礼哈 啊 红礼过去是原住民的主持 啊 什么名字是不知道 啊 你们证明了之后 啊 啊现在而且你们也研发了一些制品 啊 现在也 原住民第七都了解了 都知道什么叫红礼了 现在正在开始种植 我现在开始种植的情况之下啊 我们领悟局这个地方还是要辅导 还是要辅导 不要到时候啊 啊 那个 李悟局这个地方啊 不要到时候没有辅导 大量的种植 将来反而会影响到他们的 啊 经济的问题 所以现在种植的情况 局长是不是了解 现在有在种植这个红礼 谢谢简委员的指教 有关红礼的部分 当时我们是 辅导 就捕制品科大 他去研究原住民的植物 他发现这个是蛮有健康食品的 那证明以后 我们今年度有计划 跟品科大扩大来办理 那经费已经有 初步也有扩大 所以要控制好 我现在因为 在推展 开始推展的同时啊 那个局长 我希望能够控制好 好 不要允许大量跟着 那时候到时候没有销售的地方啦 好 又一起制造了一个问题 好 结果我们来跟品科大一起 来看怎么样的控制 好 谢谢 这部分呢 就我们希望年度局 把需求面先估计好 再去做这个 种植的这个工作 好 谢谢